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雅琳 欢迎收看总统先生请回答 2024总统大选这一次呢 撒卡都这个选情是非常非常紧绷的 好 我们呢会邀请三位总统候选人来到现场 那么今天首先登场的是 是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柯主席好 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首先呢来看最近的议题 会看到你的副手的部分 那当然在国籍争议上 中选会完成的资格的审查 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你在当时呢突然被提到这个问题 你应该也没想过说 怎么的副手突然有这个争议出现 其实不会啦 因为当年他当部分区 我就问过他的 那些他已经都上任超过一年的 那如果有问题早就有问题 在立法案早就被出问题 所以我这件事情是这样 你看到十二月五号证明说他没有问题 可是之前破份抹黑讲一大堆 所以等到有一天你澄清的时候也没有用 因为前面那些该负面攻击的都打完了 这也是目前台湾媒体上很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那你讲一大堆事后澄清也没有用 我在想应该回去跟陈志然讲 那一段期间 凡是出来攻击的那些名嘴 应该把影片都解下来 我们来打一篇打脸名嘴 不要花钱就可以做十分钟的影片 好 然后可是你选择一个 我们看到是富豪之家的千金 新光集团的公主来当副手 很多人提到说刚好违背 你自己所强调的要跟财团划清界线 这样的承诺你怎么 我们是跟财团划清界线是说 我们没有在业务上面有不当来往 但是不能说他有钱 我就完全不能跟他来往 这也是很奇怪 所以人生而平等 只是说有人生在有钱人家 有人生在穷人家 但是但是那是基础点 后来每个人就做他自己该做的事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台湾也是很假 跟财团切割是指业务切割 你看选副手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可是他说他是在 要去登记前三个小时 然后才知道 我接下来要当你的副手 你要知道 蓝白盒是到前几天才宣布正式破绝 当然我们当时有准备好几个人 你好几个人里面有他 对不对 那还有谁 要在这里讲 有啦有好几个人 因为你要知道 我们还要准备资料什么 那也不是说前三个钟头 资料有办法准备 所以实际上 他乱讲的 不是 是前三个钟头才 因为我们最后还是有经过 才确定 我们还是有经过投票程序 因为蓝白盒是说 好 我们在想说 哇 这到底要怎么处理 所以我们当时说 可能当副手的人都准备好 那每个人都把资料填好了 但是是破局以后才投票 所以那时候准备几个人 其实是四个 四个 有四个副手 人选 OK 所以吴欣宇是其中一个 那最后他的票最多 这个就是这样 我常说要相信众人的智慧超越个人的智慧 所以是谁投票的 我们有一个叫中央决策委员会 大概有九票还是十票 九票十票 那吴欣宇几票 八分八票 这么多 所以是压倒性的胜利 是很多 八比二比负二 所以很明显 我们打分数的方法是 圈插三角形 三角形是什么意思 打圈加一分 打三角形加零分 打插扣一分 所以他的八分算 我那时候看到八分 其他就两分负二分 所以差很多 所以为什么 你觉得为什么挑这个人 第一点 如果对我来讲是互补 如果选战上面来讲 就是说比较有趣 有趣为什么 选举最怕的就是boring 就是说很无聊 所以也许在选战上的考量 我想是中央决策委员会觉得说 用这个会打选战比较方便 方便 有趣的方式去打选战比较方便 我们认为他在荧幕上 虽然是新手 但是要塑造比较容易 要塑造比较容易 比较有趣 你要如果找一个那种老男男 大家想说 哇 选战还是要给台湾带来新的变化 这是我的想法 新的变化 台湾民众党基本上就是比较能够接受 较痛的思考就对了 比较接受创新 OK 可是后来他跟媒体之间的表现 人家只是问他说有没有跟父母讲 他就还要反问记者 你当记者是会跟父母讲 结果很多记者就自己也在脸书上写说 会啊 我就是会 他觉得他不会啊 没有啦 我倒觉得这样 这个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他的确跟他的成长背景 跟我们是有cultural gap 有文化差异 你互补 你互补 你年轻票也那么多 你都要互补 你的年长票要多一点 我们当时找一个 我们一开始我讲 找女性中南部企业 但是中南部这一样不一样 因为他是北部人 不过至少他是外国人 外国环境的 所以他觉得这样 因为多元是我们很强调多元 我很不喜欢在镜子里面找人 所以台湾民众党有一个很大特色 因为我们非常强调海选 海选 包括我们不分区 所以为什么 因为这也是个想法 既然我们是个小党 如果我们走传统路线 那一定没救 走传统路线一定没救 所以不如我们就干脆放开心情 给台湾一个改变的机会 所以你到目前为止 觉得他的表现很不错 不是不错 对我来讲是 他还有 当然可以有更多塑造的机会 侯友宜说 你一定很羡慕 他有很强的副手照照 不要不要讲坏话 我在媒体上回答说 他应该是很羡慕 他有一个保姆 好 OK 那赖清德的副手 萧美琴呢 因为很多普遍上都认为说 他是蛮加分的 你的副手也说 他觉得萧美琴很优秀 他非常尊敬 其实一开始就知道一定是萧美琴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 因为这个我们稍微懂国际关系的就知道 他不用萧美琴都不行 美国会不放心 所以这个他没得选 没得选 所以你觉得他的这个副手挑的非常好 他也没有 No other better choice 也没有其他更好选择 因为这个 因为他最大 照门就是美国政府 一直在他身上打问号 所以他一定要用一个 让美国可以放心的人 OK 他没得选 没得选 好 那你觉得 胡杏林到目前为止 对于是加分还是扣分 就是应该这样讲 到现在为止是平 没有加分 你说其实也没什么扣分 只是说我们认为还有 还有三十几天 他应该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让他的优点被看到 OK 作为一个总统 这个诚信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接下来来问这个 有关诚信的问题 那你自己就是独立参选 因为蓝白河破局 11月23号那个军乐会谈 这是一场看起来非常赤裸裸的 权力游戏 一切公布在镜头之下 很经典的一幕就是 侯友问你说 简讯可不可以念 你跟他说可以 这也很清楚 然后他就念了 念完来之后 你跟他说 哇 你这是名嘴 側翼的表现 我们都吓一跳 你多少不是 前一秒你才说OK 下一秒你就翻臉了 他要是问我说 他能不能裸奔 我也说OK 但是并不表示 他真的要当面裸奔 还有点 你是要 这个叫空白支票 什么意思 你简讯是要念哪一段 你可以问 你还没有 在外公 我刚才就是这样 人与人之间有基本的信任 对啊 所以我刚刚前一秒问你 你说OK 所以我信任你 不是 当然OK 我就讲 他问我说他能不能当场裸奔 我一定说OK 他不是问你裸奔 我有一点简讯可以念 没有 念哪一段 你还没有问 对啊 所以是这样 这个叫模糊吃定人家 模糊吃定人家 没有 我觉得是这样 我还是这样 这不是一个正常人 就是有 我们英文叫decent decent的就是说 有身份的人会做的事 这不是一个 有身份的人会做的事 把那简讯念出来 不是 你要念哪一段 还有点你的作用 目的是什么 我刚才是这样 那天的确是闹剧 我觉得闹剧 闹剧 不应当是这样的 那我就算 就算所谓公开透明 是说我们讨论完以后 那出来跟媒体讲 那我说一来就 就在一百次卡美达面前在 那这表明 摆明是要来破局的 不是来讨论事情 是来踢管的 如果这样的话 一开始就说 我要破局就好 你何必要摆哪一摊干什么 因为我们在讲说 就对一般老百姓 因为大家就看着这个直播 会觉得 这个像我跑政治30年 我也没看过说 直接就这样子 直接全部播出来 但是这刚好也是考验 那这里头 还有一个在讲说 你诚心问题 就是说你本来不是跟人家签 六点协议吗 你说误差范围 三趴 扭你 我扭你三趴 不是 然后呢 后来 怎么会变成这副加起来 不是不是 我跟你讲 那上面是写 统计误差范围内 一般三趴 三趴就是我扭你三趴 按照三趴 我输你三趴 我也输你 不是 按照三趴 我当时会写说统计误差范围内 我心里面想说 如果科学上证明说 我跟我们没有明显的 我们在科学上就说 我们用是用那个5% 就是说那个怎么讲 5%的信赖空间 就是说他几率是在 95%以内都可以视为是说 可能是相同 我这很複杂 跟你讲统计学 我当时想说统计误差范围内 其实我心里想说 好吧就照这样 等到你还变成是6%的说 而且这6%怎么是统计误差范围内 他哪有说6% 我也是赢你3% 当时也是赢你3% 我来输你3% 我算贏 3%以内我算贏 对不对 那还是3% 但是他就没有赢我 他要我让6%他才会赢 所以我猜朱立伦一定不敢出来反驳 6% 他自己讲的 所以你们的认识差距就在 因为你在会里面听到朱立伦说 6%这件事 当天不是那个什么 民调专家要讨论吗 然后他突然说 这个他才发现说让3%不够 其实我跟你讲 如果统计误差范围内也不到3% OK 好 回敌这一页翻过去 翻过去 那你不觉得自己是出尔反尔的个性 你还是以科学在论 不是啊 我们的缺点就是什么 我们太科学了 太科学 这就是后来我觉得我们跟国民党还是没办法合作 问题在哪里 文化差异 不过呢 你看了 你这样的一个协商过程 现在也被提告 然后一边被告了 就是说 你违反选霸法的 撕鸭 就搓汤圆条款 你那撕鸭汤 我跟你讲 我今天在记者社会会回答 我奇怪 2014年民进党 不是也在跟我撕鸭汤 这个 这个 没有 这个就是不要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怎么叫撕鸭汤 你2014年情境不一樣 他是不需要算 让你算 拜托 你现在是在那儿悄悄的 悄悄的 你当副手 这个是一个旗约 你当副手的情况 所以你看 2014年也是比民调 对不对 所以到2014年 我的脑袋里面 但我们就讲一个清楚的规则 所以我说 我跟国民党最大的差异 就是说 他们就是密室政治 分账政治 在我脑袋里面 我们就走一条规则 对不对 你规则 对啊 但是我那时候 那时候应该统计误差犯 应该 嚇要请测 应该嚇要请测 OK 那你现在这个被告 心情如何 我跟你讲 这个 就把它当作闹剧一场 我实在是 闹剧一场 闹剧一场 那个告也不会告成 然后 反正就叫闹剧 OK 好 那这个诚信问题 还有一个 就是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自己又讲说 有人开价两亿美金 要请你当副手 那本来是一亿 后来加码变两亿 然后你就扯到说 两亿很多 六十一个新台标 然后金额这么大 然后你说是美国阿拉斯加议员助理 找上门 AIT理事主席 卓森伯格还会打电话给你 这个完全扯到美国了 这个 这个都是不同的事件 所以那个里面有骗子有前客有臆敌的有那个那个叫什么挖墙脚什么都有 我那时还太精彩了 所以还是一个问题 在合作的过程当中 像台湾民众党就不会搞这种奇奇怪怪的动作很多 我们不会 可是我们遇到的就是有那种 国际骗子 真的是骗子 那你现在分析 好你认为这件事情还是一个国际骗子 不是啊 那哪来的知道吗 我跟你讲 当然我不会说这是国民党干的 我们也没有证据 可是都是来自对方的 不是我们这边的 他有代表国民党来这样吗 他没有这样讲 他会说 这个美国会方便希望蓝白盒 没有啦 我就跟你讲 后来我就觉得奇怪 我们有去AIT查证 就说这个骗子 不过他很花成本 很花成本怎么说 因为他布局不闻久 布局不闻久 他不是 如果昨天晚上突然跑出来 人家不会相信 他是不闻久的 这个就学到一课就是 政治文化的不同 政治文化 OK 对我们来讲 规则清楚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可是那个就是这样 敲来敲去 所以感觉很脆眼 所以我感觉 对啊 那国民党既然是这首文化 你干嘛要跟他合呢 那你就是一个权力的目的 不是 对我来讲是这样 既然有60%以上民意希望政党轮替 其实这还是很多人期望 那我们说好吧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用一个比较公平 或者大概可以接受 但是我想是这样的 这个就不要再去谈了 我想过程中 从那什么开放式民调 日本式 德国式 什么都有 反正想过 朱立伦 真的还蛮会出招的 可是你从一开始 你就没有想要当富德 我跟你讲 这个是这样 如果你在科学的基础上 如果是这样 我选会让他落选 难道我可以合作 所以你是为了胜选合作 所以要合作是要胜选 可是我还看起来不是 我看他们 他们只是要拼第二名 不是要拼第一名 多奇怪的选战打法 所以你是这样 我当面跟好友说 你算你没错 不要这样讲 好啦 不要讲这种话 好啦 所以扯上美国这件事情 因为你在六点协议签下去的时候 你有提到说 AIT有打电话 问你说 有没有中国压力 因为大家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签不下来 然后呢 就是 请民众人解释 里面有没有中国介入 你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不过我们先问 当时AIT 他的意思是如何 第一点 其实这 我到底是这样 不管对中国 美国 我们台湾是做一个 比较小的国家 我都有跟他们讲说 原则上是 no surprise no surprise 所以 所以我倒觉得这样 AIT跟我们保持良好关系 或是良好的沟通 它也是正常的 OK 所以 你签了六点协议 他们很surprise 不是 我是说 no surprise 意思是说 如果他们要 我都跟他讲说 我们还是保持热线 所以为什么那种骗子 会马上可以处理 就是说 还是有热线 所以马上可以查证 它会指定窗口 我们可以 而且就是高阶的 也不是那种 找一个随便的资源 给我们当窗口 我倒觉得这样 这种东西 就是no surprise 所以保持良好沟通 也没有什么不对 OK 可是像赖清德副总统 他就提到 他说 你这种两国之间的外交惯例 你要经过人家同意 你才能讲出来 所以就认为你欠缺外交训练 你不遵守外交管理 对 对 承认 这个我倒承认 因为保持良好关系是对的 只是说脱口而出 这是不对 所以你要怎么管理这张嘴 这个就是 不一样嘛 学习改进 学习改进 可是你要当总统 我跟你讲 如果一个人 什么事都不会做错 那个人就是假人 OK 我们来看最新的民调 既然已经三个都了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不管从10月27号 一直做到2832到12月初 好我们所看呢 那么几乎全部 应该说是全部了 那就是暂时领先的 就是赖萧配 好都是他们 然后第二名就是侯康配 那这个侯康配呢 他是一下子就冲上来了 反而跟你分道扬镳以后 因为国民党的转播都回笼 你知道吗 什么生难的啊 就是反正或者是喜欢 没有那么喜欢国民党 可是 可是这时候他还是有 一点还是都跑 通通跑回来 基本盘都出来 但是你呢 那就变成被边缘化了 你看有二十几%有 可是有十几%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先问你怎么看 自己变成第三名 那基本上 汇流那个应该是比较准 汇流 好 那我们看汇流 所以你觉得你跟侯康配 差两% 这样子 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差不多 所以你们 你觉得你们两个是平手 第一点是这样 但是跟赖销 这样的话还是差了将近10% 我倒觉得这样 因为在刚刚 蓝白分锁会有个震荡期 所以再看两个礼拜会比较稳 再两个礼拜 会比较稳 OK 好 那所以以这样子来看 会有一个什么现象 我们在政治里面 有一个就是非常完美的条件 可以来操作汽保 汽保就是谁 第三名谁被气掉 那以目前来看 你的第三名的情况 就比较是第三名的保持者 那然后现在 就是毕竟你也蓝白合过 试着努力合过 所以你们会被认为是一体的 所以要气 我的意思是说 要气要气掉你 对不对 总不会 因为民进党就一个 他不太可能有重叠 我跟你讲 最近那个 今天早上记者也问了一个题目 他说那个讨厌度 你知道 现在三个党都四十几% 对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你知道 台湾真的出现三个政治板块 讨厌度 这个讨厌度 你看 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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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六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 这就表示说台湾在历史上 第一次真的出现那种三个板块 所以你是负面指标来看 负面指标 这个是台大政治系张优宗教授的研究 我把他那一篇文章拿出来读过 所以你的意思说 你们现在三个党都差不多 差不多 不是这样的话表示说将来要棄也是很困难 你觉得要棄你很困难 很困难 因为这表示三个板块出现 而且你看这讨厌度都差不多 四十八 四十六 点五点四 有啦 国民党低一点 讨厌民进党跟你差不多 在统计上是没有意义 你就没有意义 这种差一两趴是没有意义 但是这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一开始民众党是在短短时间增加四几趴 这表示蓝白合以后 蓝白分以后 他开始这板块就充实确认 确认 那一次不准 如果再多观察个一段时间 也许真的 这也是个机会 就是说台湾第一次有机会 那个撒卡都 真正的撒卡都 好 可是你看你民众党也是主打 就是说希望能够在不分区 就是政党票的部分能够拿多一点 那以这个数据来看 你毕竟被讨厌度 还是三个政党里面最高的 我们本来就没有 其实目前那个政党票 民众党也不是最高的 民众党还是比较低 对 我是说你要主打这个 没那么容易 没那么容易 你期待一个成立四年的政党就要 就要变第一大党 我觉得这没那么容易 所以好 就是努力了 但是呢我们来看 这里面如果我们进一步来交叉分析 可以看到尤其是 我想你最喜欢讨论就是这个岁数了 年轻票对你都非常的高 你的部分呢 特应配你看最多的在哪里 就是这个30到39 但是这是男性哦 男性跟女性差很多 男性你这个是最高 那我们看到这个侯康配最高在哪里 就是60岁以上的女性 那赖萧配的最高在哪里 40到49岁的女性 OK 好 那所以呢你的年轻很高 那你的这个年长60岁以上 你看各位数啊 6.05 然后呢这个别人像侯康配呢 他的这个年长的就非常的高 那如果再看另外一份民调 你的年长的是更低的 那像这个呢 2.6% 对 2.6 你马上看到重点了 几乎该是说0啊 误差范围之内也可能有差 0是误差范围 OK 所以呢那你看 这个已经半数了哦 你看超过一半的 要支持你的年轻 25到29岁 好这是不分性别呢 你看你的这么高 所以你现在接下来打的策略会什么 还是年长的就算了 没有人说放弃选票了吧 所以应该要 已经有的要顾本嘛 没有的要去争取嘛 不过我还觉得这个 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还问那些那些学者说 在其他国家你知道吗 在过去一百年 有没有这种这么明显的情形 你说年轻跟年长 这表示台湾真的出现那个 generation gap 而且太明显了 所以这个代购很严重 代购太严重了 当然这是个社会现象 为什么形成的 然后对台湾未来的历史 会产生什么影响 在未来的时间 还会慢慢知道 那你这个年长的票 你要怎么加强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理由 我发现我们网路不到的地方 我们都很惨 所以你主打网路战 不是因为这样嘛 也要很诚实的讲 传统媒体不在我们手中 你要是每天晚上回去 看那个call in节目 我每次 连我都看到不敢看 奇怪 每一台都在骂我 怎么一回事 你要报纸打开看 我都没几乎 报纸广播 就传统媒体 几乎全面挨打 所以你可以叫 那些支持你的年轻选民 回去影响自己的父母亲 有啊 我们有跟他呼吁 说你回去跟你的阿公阿嬷 恐怕还要拜托 不是只有那个 这个爸爸妈妈 要到阿公阿嬷 到阿公阿嬷的 都快零%了这样 对 所以要请他们加强 这个就是 这也是一个问题 这个网路的 网路的世代差距太严重了 好 那很多人说 其实你是这个 网路的 网路战的始祖 从你选台北市长开始就是这样 你认为也是 网路是这样 因为他比较没有 可以不受金钱的限制 金钱 虽然网路还是有花钱买测译 网均 你也有吗 没有 你完全没有吗 我跟你讲 这个我一定可以很大声讲 你可以保证 我们只有网路易永均 因为我们很多科粉会上进 所以都是没有花钱的 易永均 我跟你讲 你去看看我们的钱就知道 我们哪有钱去买那个 好 那你看我们这个女性的部分 我们进一步交叉分析 女性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这个浅蓝的这个 这个颜色的是你 你都是在底下 我们有一个趋势表 那还是在底下 而且就躺平 那这个另外一家 美丽岛电子报也是一样 一路的就是在第三名 到今天最新的民调是9.9% 纯安捏 不是这样 我跟你讲 美丽岛的就 看你看就好 那没关系 你看其他 你还是最后一名 没有 我想 这个 今天那个记者也有问 因为我的民调 全市化跟全手机会截然不同 他一半一半 没有 没有 就看他怎么做 全市化就很低 全手机就变得比较高 这也是 我常常在讲说 奇怪 我们现在全市化跟全手机 那个population也不一样 母族群也不一样 所以你认为 只要是一半一半的话 你的女性不会这么低 不是啊 还是会比较 我相信还是比较低 因为我查过 我们台湾民众党的党员结构 就是8比2 蛮奇怪的 所以你觉不觉得跟你长行 有的时候 这不经意也是对 女性的一些发言 比较亲密一点有关 我倒不 你不觉得 我倒觉得这个原因可以分析 但是 还有一点 我常常在想说 这就是我们在媒体上 弱势的原因 就是说 我常常在想 奇怪 因为我说我妈宝 又说我丑女 到底是哪一样 有啊 这妈宝跟丑女 怎么两个会合在一起 妈宝 妈宝兼女 我回去问问看 但是我要跟你讲 2014年的钱的处理 所有那个财务务都是民进党处理的 第一点 2018年 那个是我拿房子去抵押 你一直说 这个民众党很穷 是个穷党 那我们来看 你的选举 其实也有很多收入 因为这个选票的补助 2014年选总统的时候 选这个台北市长的时候 85万3000多票 2018年58万多票 然后这一次就2561万 然后在这一次呢 有1741万多 那不止如此 我们看到包括了 就是政党 民众党的选举补助款 那这个呢 是刚刚那个还是一票30 这政党补助是1票50块 一票50块钱 而且每一年可以领一次 然后可以领4年 所以你每年可以拿到 7944万300元 那这样加加起来 也有一亿两千两百四十八万 我要回去问问看 但是我要跟你讲 2014年的钱的处理 所有那个财务部都是 民进党处理的第一点 2018年 那个是我拿房子去抵押 所以我当时抵押了两千万 1700万回来刚好差不多就翻那个 本来我还剩下一点钱 后来那个丁守中又去给我告 那个选举无效数 所以后来那个又雇了那个 律师 律师又花350万 所以最后是买拉市 所以你从政到现在 你当了两任的台北市长 那你自己掏腰包出来的还比较多 是不是 我的意思说你现在自己 就是花掉的钱 跟你收入的钱是付的 没有啊 我当 这也是对的 我当台北市长 我的薪水 说我在台大当医生 一半都还不到 我觉得这个世界实在太假了 太假了 我那么奇怪 台北市长的薪水 没有台大医生的一半 那你有一些特别费可以用啊 我特别费 我捐的 我那时候都拿出来 发给那个员工 我应该捐的 应该有八九百万 捐了八九百万 所以你两任市长 当下来变穷了 没有变穷 就是没有变富 应该 因为我们家的钱 都陈佩琴在赚了 所以我跟他讲说 你不可以退休 不可以退休 可以一直做 他本来想要退休 我说不行 我说我现在没有再赚钱 你要继续干 但是呢 接下来你的立委选举 你的立委选举 这一次 你估啦 不分区立委 还有你们提名 有十一席的区立委嘛 会对多少 这不好 我们要是讲太差 会打击自己的士气 那你觉得呢 区立委我觉得不好选 那真的 因为那个 所以区立委可能全军覆没 不是啦 还是有几个有可能突 例如呢 例如呢 例如还是例 例如 不是啦 应该这样啦 太僵如 每一局都 每一区都很痛 都很不好选 但是这样啦 总是拼到最后一秒 而且这个还很难讲 因为选举还是这样啦 我每次说我没有那个 棒球九局下半的精神 逆转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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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率也是不好选的 这我很清楚 因为目前台湾这种小选区制度 就是说 特别是在两极 在蓝绿已经各有版图的状态下 你要突围 没那么容易 区域率也不好选 不分区的话 还在 现在也在飘动 我们当时想说八席 大概是基本盘 基本盘 好 那你的这个 刚刚提到黄珊珊 被点名为战犯 在蓝白河破局之后 那她名列民众党的部分 去第一名 你担心会对选情有影响吗 这是这样啦 这很多故事 其实她也不是 她把自己拍第一名 所以很多都是这么讲 很多故事 因为当时还在 也在跟 不是 当时是这样 她排在那里 意思是说 她随时可以换掉 因为她 我看不要把她当作 说她想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 她在这场选举 她承受了很多 不必要的骂名 她会摆在那里 是因为她随时可以换掉 OK 就是随时换掉黄珊珊 可以增加 因为当时 到底要不要跟郭台铭合作 郭台铭有没有什么期望 很多都 所以她摆在那里 意思是说随时可以换掉 还有一点 如果真的进立法院 还是要有一个 有那种议会经验 我们那里面一大堆素人 黄国昌 黄国昌也 那有当过立委啊 对啊 但是她不会想要去 搞那种杂事 所以黄珊珊的安排 主要是在立法院 至少立法院要有一个 合纵连横 我们这个关键档 不要说合纵连横 我跟你讲 政治有它世俗的一面 这些 有米有 要蔡米油员酱入查 你总之要有人去什么当总召 政党协调干什么 还是有人去做那种杂事 你不能里面一大堆素人 都要怎么去搞那个 最近也有很微妙的变化 就是蔡碧如 因为她去选这个海线 在台中 然后呢 可是她的竞选总主委 是卢秀燕 是国民党的 然后你现在你是完全不能去 帮任何有国民党的人站台 大家壁垒分明 那你现在跟蔡碧如是转蛋的 有关系 不是啊 第一点 她到中医选区去选 对我们来讲就是 我们也没有那么多资源 可以去帮忙她 所以她真的是自仇均想 所以她的人际关系 都靠她自己去弄了 所以不要紧就对了 不是不要紧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我们要怎么支援她 我们自己都自顾不暇了 自顾不暇 OK 你的自顾不暇 还有一件事情 很值得问清楚 就是说你有就是有报导指出 你有意寄出这个所谓的分裂投票的策略 比如说我们总统酸柯文哲 然后立委挺在野 在野的包括国民党在里面的 那这样子如果我是你的区域的立委候选人 我会觉得说 主席你都照你自己 那为什么 应该说在野 就是说立委也是要选民党党 第一点 这句口号我第一次听到是谁讲的 一个周刊 你不能这样讲 哪一个周刊 所以没有这件事 没有啦 我们有11名区域立委好歹 还是要支持自己人 但是这样啦 因为70几席我们才11席 所以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大部分 我们这次采取那个 导致讲资源不够 因为我们在去年的选举就吃到一次苦头 我们提名八十几个上十四个 后来人家说干脆提名二十个上十四个就好 这样比率很高 不是啊 资源不会这么浪费 而且到最后变批一本命 你八十八席你提名你不去 他说你不够意思 你去你会想说这个又选不上 所以现在精准一点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不要提那么多 包括你跟郭台铭在这一次蓝白河的过程当中 其实不要说是蓝白河 你跟他有好多的互动 然后彼此又非常的称赞 所以现在他不选了 他退选了 那他接下来在你这边会有任何的角色吗 我倒觉得这样 也让他沉淀一阵子 因为老实讲他都连署到103份 103万 103万份 你叫他不选 其实他对支持者也要交代 所以他觉得这样 你有叫他不要选吗 我说我没有这样直接跟他讲 你有间接的讲 但是这样 我觉得他的那些政策 我们还是可以拿来用 包括经济政策 一些我们还是可以 我觉得他零到六岁国家仰来 有些政策我觉得还是可以用 我们就把它拿来使用 所以他退选之后就再也没有跟你联络 幕僚有联络 联络什么 有啊这个像这种政策 我们就跟他讲说那这样好了 至少我们郭老板的那些政策 我们都可以把它拿来发扬光大 而且而且那个他也是花很多钱 自顾行 我们就把它接受来用 那你为什么在这之前要每天去他家 这是超乎一般朋友 没有到每天 那几天啊你每天都去他家 没有到每天 但是那是最后两三天才每天的 平常这个像每天就太夸大 到每天 所以这样媒体讲的话 听一听就好 如果最后两三天 连续两三天就有 说每天这个就太过分了 所以以你这个直接的个性 你到底有没有跟他讲说 我们的共同目标让民进党下架 所以呢也在卖算 我没有这样跟他讲 没有 有什么希望 但是他会跟我讲说 这最重要要胜选 你看他还是大老板 大老板有大老板的视野 所以不用去太 我到底觉得很多事情 试过境迁 朋友还是可以当朋友 何必那个 那你会请他来帮你站台吗 如果他愿意的话当然很好 不然你要伤啊 会啦会啦 我会伤他啦 所以你会按照小英路线 至少外交是按照小英路线 只是在两岸关系上 我们比较会表达和善 那国家领导人 你知道总统的职权 外交 军事等等 所以很重要 大家会看到 你的两岸关系到底是什么 因为呢 在你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经常 你提到两岸一家亲 然后呢 经常在一片的反对声浪 你还是坚持说 我要去这个双城论坛 对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跟中国其实是蛮亲近的 所以这个时候的选民 就要去思考 到底我选的这个国家领导人 会把我们这个国家 带到什么方向 我先问 你觉得 你接下来当总统 也是三军统帅 你觉得台湾跟中国 起码是敌对的关系吧 应该正确讲法是这样 不要事先把他当敌人 但是我们自己要自保的能力 我们要有自保的能力 自保的能力 但是不要一开始 就把他当敌人 为什么我们这样 因为保持大陆人民对台湾的善意 这是最安全的国防 我倒觉得是这样 像这种东西 我每次说我办过八字双城论坛 办过一次四大运 不然你们讲 我哪个地方对不起台湾 在所有过程当中 哪个地方对不起台湾 我就很气这一点 人家叫抹红 你说这关系不好的时候 为什么要办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是说我当在想说 二零一九年 反送中的时候 那一年要办双城论坛 我的幕僚全部反对 我跟他们讲说 你们说今天关系不好 不要办 我倒是反过来想 就是因为关系不好 所以才要办 为什么 我也知道 我说美术在冷战最严重的时候 要保持热线 那你现在全部断掉 那以后怎么办 所以是这样 人家说十面埋伏 网开一面 不可以让敌人绝望 这很重要国家战略 所以这样 不要为了短期利益 牺牲长期利益 也不要为了政党利益 牺牲国家利益 该怎么应付大陆 我们自有分寸 自有分寸 所以你的方法是什么 台湾自主两岸和平 讲清楚 就说你至少 你台湾要先 要有自保能力 在这个基础之上 才跟大陆说 我愿意跟你沟通 台湾自保 要有自保能力 那你两岸对等呢 这件事呢 我讲嘛 至少到现在为止 巴士双臣论坛 一次世大运 有哪个地方 让大家不满意的 你讲讲看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世大运在台湾办 然后我们连个国旗 都不能放 我跟你讲 在礼约奥运 你穿国旗 就要被赶出去 我们那个国旗 进观众席 大家都很期待你 你是 不是啊 我跟你 不是不是 我跟你讲 这叫国际现实 国际现实 蔡英文用中华民国总统 蔡英文女士 她用这个身份 上去开幕 有本事你自己 所以这个是你帮忙做到的 这个就两岸一家亲换来的 不然怎么办 你是说两岸一家亲 你讲的这个换到蔡英文总统 可以上台去支持 不然她有办法上去吗 好 我每次 我每次讲到这一点 我就很生气 很生气 OK 那你的这个两岸政策 我们可以说是也是维持现状吗 我跟你讲 维持现状是不得已的选择 我就讲嘛 台湾现在一代不可能统一 不可能独立 不然你想怎样 这每个 民国问过很多遍 我说 我说 我们就是按照小英路线 不然你想怎样 所以你会按照小英路线 至少外交是按照小英路线 只是说在两岸关系上 我们比较会表达和善这样而已 和善 那你的军事呢 也是按照小英路线吗 你要不要发展台湾的自卫能力 会话一定要的 一定嘛 所以继续这个 自己来 就是发展我们的军事 我说我们不喜欢民进来 就这个地方 大陆是要应付的 他就是很难缠的敌人 要准备 你们每天喊那么大声 那也不准备 实在是 那何以见得你是最适合 去对付大陆的那个人 务实 务实 我们该准备的会准备 该应付的会应付 我还是 我觉得布林肯讲那个是最好的 哪个 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 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 必要对抗的时候对抗 所以要灵活运用 本来灵活运用 小南天 你讲见风转舵 但事实上灵活运用 本来就灵活运用 不要说见风转舵 听起来很像那个负面名词 要中美之间找到一个 可以生存的平衡点 OK 你有提过 如果当选台湾总统 你会尊重两岸过去 已经签署了协议跟互动的历史 所以在你的认知里面 你觉得九二共识是存在的吗 这个到现在为止 还好 还好 我们都没有说过 我们接受九二共识 好嘎嘎的意思 好嘎嘎 我每次说 国民党说他支持九二共识 民进党说他反对九二共识 我就问两个人说 九二共识是什么 两个都讲不出来 奇怪啊 你们两个都讲不出来 到底要吵什么东西 你们吵的东西自己都不知道 要吵什么东西 大陆也是一样 大陆说他接受九二共识 我说你的九二共识定义是什么 不然你写给我看 你有问过吗 问过啊 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他会跟你说一中各表 大陆 不会这样讲 是我们像国民党啊 不是 大陆的版本 大陆的版本 大陆不是说 你不接受九二共识 我就不跟你谈吗 所以你问大陆说 你的九二共识是什么 他也讲不出来 他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你有答案吗 所以你的意思 基本上在一中各表的架构下 国民党讲的 大陆也没有同意 对嘛 所以就没有九二共识 因为大陆没有同意 所以你认为没有九二共识 所以在吵什么 好 所以基本上 你说罪论科学 以理讲理 所以根本就没有九二共识 不是啊 大家讲清楚那什么东西 据我所知 那只有一个title没有内容 OK 那就是没有吗 就是有标题没有 我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 好 所以你就是保持这个战略性的模糊最好 好 知道我没有说过有九二共识 这样 对吧 本来就模糊啊 不然你想怎样 好 那你有多少信心 这一次总统大选你会胜选 就是这样啦 这场选举还没开始 还没开始 今天倒数三十八天 台湾的选举是这样的 这场选举是这样的 到最后阶段 台湾人民还是要做个决策 抉择 你要回到蓝绿这样绕 还是走向新政治 所以这是你的诉求 对啊 这个特别是年轻人要思考的时候 我们的未来 是要我们要自己决定 这场选举的胜败取决于年轻人的投票率 他们也要用自己一个题目 我们希望台湾的未来是长什么样子 还是要在蓝绿这样绕 还是算我们就走一条新的路线 我们还是胜绿的 你还是胜绿的 只是这样 胜绿是我内心的想法 那总结一句话 如果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你要让台湾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正常的国家 正常 那我们可以以台湾之名 我们的国家 我们就是一个国家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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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这样 我们还是要先 很务实的讲 我们要先想办法重返国际社会 重返国际社会 就是先进去再讲 你一定要很拘泥 那一大堆胎头 什么 只是让国家 国力更衰弱而已 好 你曾经讲过自己是胜绿的 现在经过这八九年 你会怎么看自己曾经说过的句话 我还是胜绿的 你还是胜绿的 只是这样 胜绿是我内心的想法 但是作为 就好像我当医生 我每次讲那故事 病人送到台大医院急诊处 我也没有问他说 你民政党的国民党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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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林社文中枪 我帮他看 邵小龄 胡志强老爸 庄医科 我们也是帮他钻 阿扁生病 我也是帮他看 对我来讲 他们就是病人 这是医生的角度 对啊 对 所以对政治人会也是一样啊 不管你民进党 国民党 我们就是把他生 就是让他过快一点的 快活一点的日子 不然你想怎样 所以 为什么这样还是胜绿的 我们还是胜绿的啊 胜绿是我的内心本质啊 你的内心本质是胜绿 但是这样 但是你当台北市长 你不要用你的意识形态 去管 去 去 去处理你的市民嘛 好 我记得你刚 第一任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刚当选 我有到市政府 去访问你 那时候我们站在 仁爱路的这一头 然后我们就望向 仁爱路的另一头 就是总统府 那时候就提到说 选总统如何 你不否认 那所以你什么时候 开始想说 会算总统 这种东西 没有叫什么 突然有一天要想 想要选总统 所以想很久了 我倒觉得这样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 做的东西 推广到全台湾去 我倒觉得这样 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柯文哲 青年勤政 这不会有人怀疑 这是一个文化 正直诚信是一个文化 一个讲话很直接 工作认真 正直诚信 然后青年勤政 有话实说 我觉得还有点 我们很注重SOP 很注重效力 我觉得 我觉得让一个国家 更像一个企业 这很好 让国家更像一个企业 好 今天非常感谢柯文哲 接下来我们还会有 赖清德跟侯友宜 请大家持续锁定 总统先生请回答 我是陈雅玲 我们再会 所以我们再会 Kubernetes 和大神 issued сказал 我们要订阅